你擔心 憂慮 恐懼 有過危險的性行為讓你心中有負擔 你真的可以放下 這些害怕沉重的讓你喘不過氣 艾滋早期發現可以透過治療來控制 及早做艾滋篩檢 面對自己就是愛自己 艾滋篩檢 愛自己多一點 歡迎回來NGO觀點 其實我們剛在談這個艾滋寶寶的時候 也值得我們關注台灣最近有一個數字 就是這幾年來我們的艾滋寶寶 垂直感染率是0 這是怎麼做到的 是不是可以問一下律師 是2005的時候我們發現那個 毒癮的東西 結果 毒癮不只是男的 女性也有 結果就這樣子 寶寶生下來 那寶寶生下來發現說 他是感染者 他是被感染者 陽性 對 HIV carrier 那怎麼辦 那時候就 董事會就決定說 好我們收 不管他會花多少錢 因為我們會救一個寶寶 hunger 這樣這幾年來 我們救了五十一個 locked baby 所以是陽性的 他就不會 你要不要再談清楚 不是 他生下來 如果你六週投藥 六週給他 預防性的投藥 那通常是因為 毒癮的媽媽生這種小孩 他在吸毒的 他根本沒有時間 可以去餵這個小孩 所以我們是選擇說 我們來照顧小孩子 都在我們那個地方 那二十四小時照顧他 那固定給他餵藥 那六個禮拜以後 在一年當中檢查四次 沒有空窗期的問題 沒有都沒有 我們五十一個小孩子 都沒有被感染 所以即便他是已經 所謂的代源 不是他是陽性的 不是媽媽是感染者 生下來的小孩 是陽性 我們叫做您是愛子寶寶 您是愛子寶寶 醫是愛子寶寶 醫是愛子寶寶 所以當然有預防性的投藥 他就完全變成一個健康的孩子 對 沒問題的小孩子 這個怡敏你看到這個 所以這個在臺灣 在這方面是做得滿成功的 對不對 對 是很成功 可是你知道當初一開始 會做這個policy 其實是bottom up 是top down approach 不是政府的政策 是我們民間 不是 一開始其實是地方的政策 是桃園縣的這個 朱立倫朱縣長開始做 桃園縣 那個時候就是林雪榮局長 他先做桃園縣先做了兩萬個新生兒 篩檢出來四個HIV baby 全部投藥沒有感染 2004年因為有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後來郭敘聚總 他就決定說全國做 其實我覺得這 我們運氣是蠻好的 因為如果沒有桃園縣的 那一個政策的話 可能政府不會想到說 2005年應該全面的去做 全面的去做了之後 每年其實篩檢出來陽性個案 都是三四十個 就是那個孕婦是疑似的 對對對 但是因為新生兒呢 剛出生 他身體裡面帶的這個抗體 IgG的抗體 是從媽媽那邊來的 經過胎盤傳進來 所以他會疑似陽性個案 但是你必須要觀察一年多 確定抗體沒有了 你才就知道說他沒有感染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防治 是蠻有效 不過最近聯合國有另外一個防治 是用一個就是另外一個病毒 然後可以感染率減到這個百分之九十幾 就是減下來 所以這個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聯合國的這個計畫 臺灣可以做嗎 聯合國他現在 其實過去這幾年來 再推的其實就是 就是3x5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希望到2005年的時候 有三百萬個在發展中的國家的HIV感染者能夠接受這個免費的劑微酒疗法 所以聯合國在推的他們就是說這個最好的預防就是提供治療 那當然從過去這樣一直推下來 從2003年開始推 然後到現在全世界大概已經有八百萬個在低收入的國家的民眾得到HIV的民眾得到免費的治療 所以這個叫做抗逆轉病毒的病毒這樣的一個治療方法 其實也是一種肌尾酒治療 就是肌尾酒治療 就是肌尾酒治療 所以有百分之五十的費用是用在中低收入的國家 就是我們你剛剛在講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有效的 是非常有效的一個策略 他也降低了死亡率 他當然也是一樣 就是增加了他們可以存活的期間 所以他們可以工作 然後另外當然也切斷了這個傳播的鏈 所以接受治療的人病毒量降低 就比較不會把病毒再傳給別人 其實臺灣也推肌尾酒治療 而且健保是完全給付的 那當然有很多人有話講 覺得這個有道德的問題 為什麼錢都用在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疾管局的愛知防治的費用 我們來看一下 他每一年編的預算 就是疾管局編的預算 我們看到97年是十四點八億 可是實際支出 我們用在愛知的防治上是16.2億 而且暗佔了他的一個預算的比是27.1億 然後一直到100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越來越高 到的時候我們就佔疾管局 其實他還有很多的傳染病要做 比如說SARS等等的 那可是用在這個愛知的防治上 就佔了四成五 所以有很多人就會講說 哎呀這個是不是應該要全部給付 我不曉得在座各位怎麼看 所以未來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對不對 對 會付出更多 因為他不吃藥的話 他去感染 感染率又又會增加 所以中平你怎麼看 因為我想你們也一直在服務 這些我們說的感染者 所以這個站這麼高 你覺得合理嗎 還是應該要化的 我覺得站在防疫的立場 就像剛剛陳老師講的 其實治療及預防 他其實把每一個人的病毒量 控制在一個狀況下 即便傳染的確是會少很多的 對 那這個錢不花 那其實如果大家都不在乎 就是我們身旁每個都是感染者的時候 然後大家也不會歧視了 就如果我們在座 通通都是感染者 就也沒什麼好歧視 我要提醒 就是有一點 其實是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 其實現在大家的癥結 是在於說 這個病到底是要用 疾管局的預算來付 還是應該是回歸到全民健保 可是當我們談到 要回歸全民健保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健保面臨垮臺的命運就更快了 所以但是大家大家注意到一點是 其實這都是我們納稅人的錢 其實不管是疾病 只是另外一個口袋而已 對對 只是另外一個口袋而已 但是如果從健保給付 有個好處是說 其實或許是可以採取部分負擔 就是更重要一點是 其實很多的感染者 他們也同意這一點 因為他們希望這個疾病不要被特殊對待 如果是能夠一視同仁 就是像得到癌症一樣 你就是有一個方式來給付 因為其實如果這個疾病 根據國外的一個估算 它的這個 只要你及早診斷 及早治療的話 它的平均餘命 就是它存活期 是比一般 我們一般人至少兩歲 至少兩歲 所以如果至少兩歲 它會存活期是三十年四十年 如果它感染的時候是三十歲 所以如果存活三四十年 這個醫療費用 當然也統計過 一個人大概要一千多萬 是 可能也表示 它會繼續工作 而且它沒有生產的病 產生其他的醫療 所以就是它繼續工作的話 所以它就可以部分負擔了 是 是 是 不需要全額給付 對對對 有工作 那其實對他們來講 也是一個正面的股幣 是 部分負擔 這是健保也是部分負擔 對 是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們覺得好不好 我們覺得很好啊 回健保其實 大家為什麼覺得 就是剛才講的 到底是左邊口袋 還是右邊口袋 其實都是納稅人民的錢 就是我們大家的錢 但是在看起來 好像一樣的狀況之下 為什麼我們還是覺得回健保好 因為回健保跟大家一樣啊 不會很特別啊 但是留在疾管局 就是全部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要擁抱艾滋 要愛他們 然後關心他們 接納他們 今天謝謝你的收看 好